近日赵露丝肖战拿下文娱榜热搜第一 一个是娱乐圈新近人气小花 一个是圈内当之无愧的顶流 两人除了在2018年合作过 哦我的皇帝陛下 这些年似乎嫌有交集 这次合体登上热搜 是因为两人的绯闻 在绯闻发酵许久后 赵露丝工作室终于回应 误造谣误信谣误传谣 算是否认了和肖战的恋情 不过事情并未停止 不少网友对赵露丝方的操作 还是颇有微词 并展开了翻旧账模式 先说此事的起因 是因为狗仔否认了 无路可逃的恋情 这个夏天因为心寒灿烂这部剧 吴磊和赵露丝成为了 很多观众热捧的CP 他们两人演绎的角色 实在是太有感觉了 对于无路可逃CP组合 有的网友抱着 景线剧情的态度 有的网友则是觉得 两个人在现实中也很搭配 希望两个人能在一起 对于网友的期待 有八卦媒体爆料称 他们在现实中并不是一对 明确表示两个人是假的 拍完戏后 大家就各自忙各自的了 无路可逃惨遭逼大结局 这次也一样 情就是有人在直播间询问 吴磊赵露丝在现实中 是不是一对 9月15号下午有狗仔爆料说 赵露丝和吴磊没有谈恋爱 无路可逃CP是假的 吴磊在2020年 就曾追过向韩芝 而且还爆料说 赵露丝的男朋友 是一个高颜值的顶流 两人合作期间还有过绯闻 按照狗仔的爆料 符合他们口中和赵露丝合作 又传过绯闻的高颜值顶流 只有杨阳和小展 最初大家都怀疑是杨阳 杨阳和赵露丝因合作电视剧 且是天下相识 电视剧一经播出 虽被人吐槽剧情不合理 但其播放量和热度却很高 更是有人磕两人的CP杨之甘露 从这部剧开始两人绯闻不断 在此之前 赵露丝 杨阳被爆料 带情侣戒 穿同款挥梯 同款鞋等 但都被批谣了 这次更是直接明了地说 杨阳不是赵露丝的男友 不过这个猜想很快就被狗仔否认 知名狗仔江小燕晒出 和娱乐圈狗仔鼻祖卓伟的聊天记录 记录中江小燕问杨阳 是不是赵露丝的男友 得到了卓伟否认的回答 如果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那剩下的九霄战符合条件了 因此才有了赵露丝 肖战登上热搜第一的局面 其实这个爆料早在9月15号就开始 但直到9月16号都挂在热搜上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热搜是赵露丝方买的 网友吐槽 为什么要给姐姐买男明星都爱我的热搜啊 有完没完啊 一天天买热度就算了 你谈你的恋爱别来碰瓷 还有人喊话赵露丝 前两天刚有营销号说 你前男友是高颜值顶流 你就拉着肖战炒热度 还讽刺赵露丝 别说顶流 你瞅瞅自己前男友哪个是高颜值 如今赵露丝方终于回应 再次遭到网友吐槽 蹭来的热度能维持多久 看来茶姐还是没有领悟这番话的道理 绿茶再怎么蹭也不会变成红茶 因为底子不行 重的时候就是绿茶了 还有网友开启翻旧账模式 拔出赵露丝方之前的操作 这次赵露丝和肖战的绯闻传出 赵露丝却被骂得这么惨 实际上是因为两人之前就传出绯闻 2020年10月 赵露丝曾被传出一张发文 表白肖战用秒删的微博截图 虽然赵露丝工作室第一时间就发文否认 这张图也很快发现是批的 但还是导致他被全网骂是绿茶 没想到同样的戏码再上演一遍 被骂的还是赵露丝 其实肖战和肖露丝都是很优秀的艺人 两人也都在各自的努力 这次之所以登上热搜完全是狗仔的爆料 加上两人热度的助阵 不存在谁买的热搜语说 不过说起来从乌磊到肖战 再到羊羊顶流就那么几个 赵露丝一下子挤起了两个是单身炒飞纹 还是有男友拉人出来挡枪 又或者只是狗仔为了热度胡说的 为什么一次飞纹会将这三人拉入其中呢 仔细想想他们有绝对是不可能的 肖战和赵露丝合作的时候 肖战那个时候还是18线开外的明星呢 知名度可以说是很低 赵露丝的热度都比肖战高 当时都没有看上肖战 之后肖战在2020年经历227事件被打压后 那段时间赵露丝的热度确实直线上升 他都火了 你觉得还会看上肖战吗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只要沾上肖战就一定会被黑 哪怕跟肖战没有关系 管你是夸奖还是讽刺都会被拿来调侃 支持肖战被黑粉黑 反对讽刺嘲讽肖战 黑粉只会更兴奋 肖战在成为顶流的时候 他的眼界心智都很成熟 对未来有自己的规划 你觉得一个出于上升期 好不容易熬出头的顶流 会谈恋爱吗 他的事业好不容易有起色 知道不红时候的代言 他想要瓦解自己红了之后的所有资源 更关键的是 在肖战大火之后又被打压 在低谷时期都被各种踩 如今好不容易重新站起来 他会自毁前程吗 所以肖战和赵露丝绝对不可能 再说杨阳 当时杨阳和迪勒巴合作 你是我的荣耀爆火之后 作为额场的艺人肯定多多合作 之后杨阳和赵露丝合作了 且是天下 当时还传出过一小段绯闻 但是没有大范围的传播 之后正巧快赶上 且是天下即将订当的时候 杨阳和赵露丝的绯闻传的 那是一个广呢 一些路透流途出来非常甜 但是赵露丝方当时直接回复 是单身 绯闻事件这才算高一道落 但也证明两人应该不可能 要知道剧还没有播就拆CAP 还是很影响剧的播出效果的 最后是吴磊 暑假热播的心汉灿烂 就是由吴磊赵露丝主演 此剧一波 因两人的直播互动 太甜戏了不少CP粉 更是一度跃上CP榜第一的位置 所以这对CP和上述两对比起来 格外的活跃 已经不止一次在直播间 问狗仔 吴磊赵露丝是不是真的 不过每次狗仔都说是假的 赵露丝是一位有钱力 各方面素质都不错的九五小花 虽然大家对他的关注度都很高 但恋爱这种事情 还是不能乱安CP 不如多多关注作品 当然啦 同时也希望明星们 如果是正常恋爱 就不要藏着野者 也少了很多莫须有的猜测和非议